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确定要投身立委初选 挑战士林大同区要对战同党的先任立委何志伟 但是呢被质疑说不甩党主行赖清德的诚信条款 那么王世坚在上午亲自到市党部领表登记 强调说党内是建议而不是强制 何志伟在下午则找来了在地里名力挺 可以喊出了诚信是做人的基本标准 似乎是在暗酸对手 我信赖但是不信邪 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大同士林区参选立委的初选 正式宣布投入民进党士林大同区立委初选 王世坚领表登记 王世坚加油 初选政仗超庞大 从绿营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 现任议员吴佩毅等数位议员几乎全是英系 王世坚将对决本区现任立委何志伟也遭联想 何志伟过去与英系恩怨 如今将透过王世坚一并清算 正面对上何志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隐含意义 其实没有 一步一开始志伟没有变 志伟一直守着对大家的诚信 何志伟加油 早来在地里名撞声是何志伟口中诚信 似乎暗酸对手王世坚 王世坚倒下 因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才抛出诚信条款 不建议现任议员角逐立委 大局条款只是建议并不是强制 我个人其实在过去的时候是没有连任议员 我想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标准 没有现任优先 所以我响应赖主席的说法 当初监委鱼一度成为民进党内公敌 如今情势大转变 监委立委大战一触即发 记得陈楚强冯浩宇台湾报道